科学知识源于生活 掌握好科学技能可以帮助我们探究科学 同学们,还记得我们之前学过的科学程序技能吗? 通过以下的活动让我们一起来复习 活动一,水果分类游戏 观察画面中的水果 说说看,这些水果都有什么特征呢? 观察这些蔬菜和水果 我们发现,它们的形状、大小、外皮的颜色、味道都有不同之处 它们的形状有圆形、长形、椭圆形 外形的大小西瓜较大 苹果、柠檬、香蕉其次 葡萄最小 根据外皮的颜色来观察 有绿色、红色、黄色、紫色 如果按照味道分类呢? 说说看,和同学一起分享吧! 在生活中,我们还可以将哪些物体分类? 图书馆里的书类 文具店里的商品 超级市场的物品 菜市场里的摊子 活动二 测一测 量一量 为了获取准确的测量结果 我们必须使用适当的测量工具 说说看 如果要测量桌子、钢笔、橡皮擦的长度 以及乒乓球从一端滚动到另一端的时间 我们可以分别使用什么测量工具呢? 测量桌子 我们可以使用米尺进行测量 测量钢笔和橡皮擦 可以用直尺进行测量 测量乒乓球从一端到另一端的时间 我们可以使用秒表 首先 将乒乓球放在起点的位置 确认秒表上的指针在零刻度 在乒乓球开始滚动的同时 按下启动按钮 当乒乓球到达终点的同时 再次按下停止按钮 读取分钟和秒钟刻度的读数 就可以得出乒乓球从一端滚动到另一端的时间 同学们快动手测量看看 将结果填写在表格中 我们可用哪些用具来测量液体的体积? 测量液体的体积可以利用标准用具 如量杯、量桶、烧杯等 或利用非标准用具 如汤匙、杯子、瓶盖等 活动三 分一分 我们通过观察与测量和应用数目收集的资料 也是需要分类的 针对所收集到的资料 我们可以做出推断或预测 以及通过沟通来进行分享 同学们 下面这些物质可以如何进行分类呢? 如果从形状、大小、颜色进行分类 好像不明显 我们尝试将其倒入水中看看 它们会有什么变化? 我们准备六个装有水的杯子 将盐、面粉、咖啡豆、绿豆、辣椒粉、冰块分别加入 搅拌一分钟后 我们发现 盐、面粉、辣椒粉已经溶解在水中 咖啡豆、绿豆没有变化 而冰块比原来的体积要小了一半 我们可以预测 再过一段时间 冰块就完全溶解在水中了 通过活动 我们可以将这六种物质 分类为可溶解和不可溶解的物质 同学们可以尝试换成其他的物质 再进行实验 将你们得出的结果 记录在表格中吧 将下列具有相同性质的物质 分一分 颜色相同的有 A、C、G、H 形状相同的有 A、D A、D A、D